走 走 走過來就好了 是不是這個味道 有一種那種回到家鄉的感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藍石瑜 今天看到我穿的這一身衣服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有看到嗎 頭髮擋住了 對不起 有看到嗎 有 有一點開心 因為第一次看到人家所謂的開光儀式 OK 我們現在找到了我們的財務長佩佩 為什麼要辦這麼活動 今天是我們澎湖金湖爺會要成立 那我們的金湖爺是從我們的新港鳳田宮這邊開光過去 對 然後會先在這邊開光完之後 先放在這邊一兩個月之後再會請回去澎湖 所以這邊還要再放一兩個月 對對對 他們就是香火 香火這樣寄傳 好 那我們待會呢 要先直接去鳳田宮那邊 對 然後開光儀式 嗯 OK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先去來看吧 GOGO 就是後面它會有那個就是神明的後背哦 嗯 有的會有打洞 嗯 有的會塞那個虎頭峰 開虎頭峰 對 為什麼要塞虎頭峰 因為虎頭峰人家講說要活體的 嗯 塞進去 嗯 就是那路算是一個路靈 路靈之後這支神珠它會比較兇 比較兇的一點 就這次要開光的神像 等一下才可以看到它的眼睛 因為待會才會準備要開光 對 它現在沒開光所以要用紅布把它包著 妳有來過這裡嗎 有啊 我小時候還蠻常來這邊的 因為我奶奶的娘家在嘉義 所以以前我小的時候固定都會來新港跟北港 每年過年都一定要來新港跟北港拜拜 還蠻酷的 我剛剛聽說虎爺就是有分 有分 跟站著的跟坐著的 嗯 然後我剛剛一直沒有聽懂 就是我一直以為站著是這樣子站著 然後我想說哇 這麼可愛這麼俏皮喔 然後沒有 他們說站著好像是四隻腳這樣站著的 然後坐著就是這樣子坐著 然後他們說通常坐著的也好像比較兇 坐著比較兇 坐著比較兇 不是站著比較兇 坐著是招財不是嗎 他們說在那個下面洞洞裡面的比較兇 反正虎爺都很兇啊我覺得 因為虎爺每次出來都要被炸那個炮 然後他們剛剛有跟我講說 他們炸那個炮是堆整座山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都會穿黃色的衣服 然後去炸 然後炸到全身黑麻麻的 就是有點那種討吉利的那種感覺 我們只要每一次只要拜虎爺必備的 最主要的東西第二就是鞭炮 然後第二個東西叫做 雞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一籃雞蛋 因為虎爺超愛吃雞蛋 所以現在虎爺是最有錢的那一種 直接夾 你先夾給我看 我覺得你在騙我 如果我降價的話 我知道啊 他會一直吃啊 啊 情流感不會 我現在有點緊張 聽說待會我要 就是請虎爺來去砍炮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 稍微有點緊張 我剛剛看他們搬那個最大尊的 那兩個男生這樣搬 他們比較 等一下就換你了 你先把你的手很擦乾了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沒有 我知道你沒有搬那麼大隻的 怎麼換你還是要先擦乾了 沒辦法把我現在沒有辦法克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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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